好,那不知道各位觀眾呢有沒有遇到一種情況 就是家裡的鸚鵡突然他變得很愛咬人 他性情突然變得很奇怪 或者是他平常蠻喜歡一個人的 然後他突然變得疏離,變得害怕他 有一個鳥友就有跟我說過一個狀況 就是他爸爸對那隻鸚鵡都沒有非常的溫柔啊 對他也是這樣大小聲 但是到這段期間的時候 突然那隻鸚鵡就一直對他爸爸撒嬌 然後都對他爸爸很好 但是反而每天都跟他一起玩的這個主人呢 他就開始害怕他那個主人 然後這個鳥友呢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的判斷呢,這有可能是因為 鳥兒他遇到了這個發情期的這段期間 所以才會產生性格有非常大的變化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怎麼判定他會不會有可能是發情期呢 我們以小型鳥來講 像小鷹啊,懸鳳啊 那他們的發情期的時間呢 差不多就會坐落在 像兩年啊,三年啊 這段期間 那這段期間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想像成人類的青春期 他呢,開始對周遭的事物呢 感到有點叛逆 然後他看到什麼都會不爽啊 然後東西可能食量突然變很大或是突然變很小 狀況變化很大 所以各位如果檢查出異狀的話 也是趕快受到獸醫院 這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發情期 那他還有什麼其他的特徵 會我們可以判斷出他有可能是發情期呢 我們可以在FB看到一些社團裡面有一些影片 他們就看到呢,鸚鵡對他的主人吐料 熟養鳥呢,因為他的長期 從小開始就是跟人的互動啊 他比較親密,他接觸比較緊密 所以他開始會覺得自己跟人呢 是一樣的生物 所以他會有可能會對人發情 那發情的狀況有什麼 有可能像是吐料 他把它吃進去的食物 從樹囊再次吐出來 吐到你的手上 因為在鳥類的生活圈裡面 這種方式呢,是在對他的配偶示好 然後對他表示自己心意的一種行為 有些鸚鵡是對人 那也有一些鸚鵡是對一些 他的玩具 他比較喜歡的玩具 他有可能就會吐在那些玩具上面 然後他吐出來 然後也有可能會把它吃掉 那這些就是像鸚鵡發情期 有時候常有的行為 那還有什麼呢 像有時候我們有看到一些影片 他也會搖屁股啊 然後在人的手上磨屁股啊 這些行為 那這些行為我們都可以 漸漸的觀察到說 有可能是鳥類進入了發情期了 那鳥類進入發情期呢 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他今天如果變得特別的愛咬人啊 或者是說 他今天開始對人類吐料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這邊來建議大家幾種做法喔 那如果你今天呢 不想要讓你們家的鸚鵡進行繁殖 或者是配對這種情況 盡量呢還是要避免裝一些潮箱啊 因為你裝潮箱的話 他很有可能就會開始生空包蛋 那生空包蛋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鸚鵡呢在生蛋其實都是有很大的風險喔 鸚鵡在生蛋需要特別多的一些營養 而且呢 鸚鵡他最常發生的情況就是卡蛋 那卡蛋這就是很危險的情況 他的致命率呢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在發行期的鳥 要盡量去避免說 他在發行的時候呢 有一些像潮箱這類的東西 然後讓他生蛋這種情況 那當然他如果在籠子直接下蛋 那就另當別論那也沒辦法 我們平常呢 要增加鸚鵡洗澡的這個次數 然後讓他轉移注意力 讓他多多洗澡啊 多多曬太陽 然後第二個 那鸚鵡他的鳥籠放置的地方呢 盡量呢就是往高一點的地方放 盡量不要讓他感受到不安全感 因為地面上對鳥來講 是比較多一些掠食者存在的地方 所以盡量呢 把鳥籠放得越高 在人類的視線以上 這樣子他的安全感會比較高 他也比較不容易造成咬人 或者是不安定 情緒不安的這種情況 然後在平時的營養補充上面啊 我們在發情期的鳥兒呢 我們也要盡量呢 去補充呢 一些生活上的營養 維生素的部分呢 盡量還是以一些新鮮的水果代替 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去控制呢 維生素的量 我們呢 用這些 把這些人工的維生素粉 用那個水果來替代 這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人工的維生素粉 我們比較不好去控制維生素的這個量 這些人工的維生素呢 如果攝取太多 對鳥的肝臟是有負擔的 但是這些水果呢 我們在讓他攝取的時候啊 他可以得到比較充足的養分 而不是像維生素粉 是單一的養分 比如說維生素A 維生素B 那我們在這些均衡的飲食 還有充足的太陽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讓他得到充足的營養 像維生素D 就是經過日照 所得到的這種營養素 好那相信各位呢 對鸚鵡的發情期 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了 那我們也比較好去應對說 家裡的鳥兒突然發生了 咬人或者是性情的變化很大的這種狀況 是怎麼樣 然後鳥兒如果對我們吐掉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盡量還是要避免呢 鳥把它自己當人 然後對人類發情的這種情況 因為在高智商的鸚鵡裡面呢 他如果把他自己當成人 而他對你發情 他把你當成 他的對象 但是今天你如果要出門 你如果要上班 你不可能24小時陪著人家的鸚鵡 他又發情期 見不到你的這種情況 他會讓他的心裡更加的焦慮 尤其是非洲灰鸚鵡 或是澤中鸚鵡 他們在繁殖期的時候 如果他又把他自己當成人 然後又見不到侍主 他可能就會產生憂鬱症拔毛的這種情況 好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資訊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影片有更詳細的介紹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關於發情期的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並且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你可以我們一起拍照 一張的8小時 我們在這次拍攝 還有兩張的影片 還有兩張的影片 我們在你們幾個月 都可以拍照 到你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